我们现在的人啊 是不是都很焦躁 我也焦躁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焦躁 焦躁呢 就会产生迷茫 对吧 我也迷茫 但是我如何来控制自己的焦躁 来解决自己的迷茫呢 今天我告诉大家 我是每个阶段都会找一个我身边的对手 身边的崇拜者 我在策划公司的时候 我就会找策划公司 公司当中最牛的那个合伙人 而且比我还要年轻的 我把他当成一个目标 他每天干什么 我一定要比他干的好 他每天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比他做的多 这叫什么 这叫偶像 很多人说说我也有偶像 我的偶像是马云 是张一鸣 你错了 这些不叫偶像 这些什么呢 叫做您时不时的点心 供奉的一个神啊 他离我们太远了 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啊 可以每天啊 看这些领袖 看这些伟大 但是一定要把眼睛啊 放在你身边 比你做的好的 那什么呢 那五十米的人 你只有找到了 悠闲找到了这样人 你就不迷茫 打个比方吧 说我做这个自媒体 做短视频 我最早的时候 我只有粉丝不到一千人 我就把目标 定到那两万人 也是做菜经的 也是做创业的 后来的话呢 我两万人的时候 他还是两万人 我发现 我超过他了 然后呢 我就把目标定到哪了 定到那五万人的 后来我五万人的时候 他还是五万人 然后呢 我就把目标 定到十万人 现在我十四万人了 他还是十多万人 我现在把目标 定到了五十万人 可能我下个月 我就把目标 定到了一百万人 就是你一定要找好 跟你生活很近的 你能够攀爬得上的 那个目标 你就不会迷茫了 人的迷茫是没有方向了 没有方向感是最痛苦的 如同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洪荒之力 你使不上 然后呢 一努力仿佛打在什么 打在沙滩上 打在棉花上 有没有这种感觉呀 很痛的 所以呢 听洪鹤的句话 不管你做什么 当你迷茫的时候 你就找一个目标 找一个崇拜者 从你身边的找 身边的找不到的话呢 从互联网上找 找一个那个方向内 你能够够得着的人 你就看他 他每天做什么 你要比他做的多 他做的事情 你要比他做的好 你要反思自己 然后当你超过他了 或者说 当你没有超过他的时候 你坚持三十天 你就会知道了 什么叫做什么呢 什么叫做目标 你的焦虑感就没了 人不做事情 人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就会有焦虑感 就会有危机感 找目标是最好的 能够解决你焦虑感 和危机感的手段之一 我是洪克尔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 影响相关的事情 千万不要再焦虑了 千万不要再迷失了 三十岁以前 一定要解决焦虑感的问题 三十岁以后 一定要解决目标的问题 谢谢